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回到PokeMMO 今次就來講一些比較基礎、基本一點的東西 就是關於這遊戲怎樣下載 如果你已經有玩的話 這條影片可能不適合你 可能要等下一條才適合你 如果你想下載這個MMO的話 可以看一看我這條影片 可以教到你 除了講一下怎樣下載遊戲的流程 還會講一下關於這個MMO要注意的事項 首先講一下我自己 我叫我雅勇,你可以叫我雅勇或者雅勇都可以 我就是玩了PokeMMO大概玩了有五至六年 因為我是從上一個帳戶開始有玩 直到去到下一個帳戶 為什麼下一個帳戶呢 因為某些事項被人禁止了 如果是我舊觀眾就知道了 如果是新觀眾的話 我想遲些再講這個問題 首先再講一下這個遊戲 如果你要下載這個遊戲 你就需要去到這個官網 很簡單 你只需要在這裏打PokeMMO 基本上如果你看到這個Logo 和這個連結檔 這個連結的話 其實你按進去 然後已經是這個了 之後呢 很簡單 下載這裏 這裏有幾個總類 Window, Android, iOS 就是蘋果, Apple, iPhone Mac機 後面那些我就不清楚了 那我自己呢 就是用Window和Android 那我就有iPhone 但是呢 我不建議用iPhone玩 因為它那個方式很麻煩 很麻煩 除非你真的很想用手機玩 而且你很想用手機玩 推薦電腦和Android 對 因為它的iOS 真的很麻煩 先拿電腦來做例子 先進去 它有寫到的 其實你跟著的步驟 其實都可以 可以搞得到 好啦 那來到第五個步驟 就是它就說 使用遊戲內選單 找到Room Bow 那Room Bow 是什麼呢 就是以前一些 綠寶石 金銀 心金雲銀 然後火熊 那些GBA檔 如果大家之前有玩過 那就是你需要找回 一些Room檔 你才可以 開到這個遊戲 它下面也有說到 就是說 因為受這個版權保護 它不會提供給你 也不會幫你找 也就是說 其實這個遊戲 就是一個 一個銅銀遊戲 其實是一個盜版的遊戲 沒有受到任何的授權 好 回到正題 就是你需要找到Room Bow Room Bow 在哪裡有呢 網上都有很多 但是我都會提供 在我的Discord裡面有的 大家可以進去 台主遊戲下載區 那裡裡面 就有一個Room Bow 可以下載 好啦 通常進到遊戲之後 它會有一個位 叫你進Room Bow Room Bow就是這裡 它有一個叫客戶端管理的東西 可以叫你進入這個檔案 譬如你 黑白的就對黑白 火紅就對火紅 綠寶石對綠寶石 那就可以進來了 重開之後 然後打回你剛剛註冊的名字 就進到你 進來 進回伺服器 然後 有一格的空格 讓你去到開角色 開角色就有分這一堆東西 大家自己選完 這個呢 沒有什麼特別要說 它可以之後改的 但是要付錢 所以 如非必要 我都建議大家 用回自己真的喜歡的樣子 OK 之後打回角色名 角色就不能打數字 只能打英文而已 之後呢 就到起始地區 這隻GamePoke MMO 是有五個地區 五個地區呢 它是可以周圍走的 譬如你通關一個地方 或者不用通關 只要你打贏四個道館之後 你就可以去當地的碼頭 去到下一個地區再旅行 如果你全部通關了 那就沒問題 基本上 全部都可以走的 所以這隻Game其實都很有趣 因為 以往的遊戲 Pokemon Pokemon的遊戲 沒有一隻可以這樣互通 周圍走 這隻呢 算是很特別的 一隻線上遊戲 好 在這隻Poke MMO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人在這裡 你會看到很多人周圍走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真人 你可以跟它一些互動 或者是 看到它在做什麼 對 亦都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交易行 可以自由買買一些油 買買一些寵 好 來到最後 就講一下Pokemon 一些帳號的問題 剛才都一開始有講到 我就有兩個帳號 一個帳號 就因為一些事項被人禁止了 這裡都講一講 以前 我的帳號 因為被人盜取了 即是有人入了帳號 不知怎樣 不知怎樣入了 因為它需要一些郵件認證 然後就偷了我身上的東西 什麼都沒有了 公告這個公方之後 它就說我是一個 共享帳號的行為 所以就把我禁止了 然後就沒有任何 任何申訴 然後它還說 你需要誠實你做過什麼 我不知道是 是怎樣可以判斷我 是這個共享帳號 提一提大家 這個遊戲 就不可以有任何的共享帳號 即是你不可以和你的朋友一起玩 同一個帳號 例如 假設你如果在同一個IP 同一個地方 可能弟弟玩同一個電腦 那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拿了出去 例如可能在小明的家裡玩 然後你家裡又一起玩 那它會查到你的IP不同 是會禁止的 是會禁止的 如果真的太貧乏的話 它會有懷疑的 當有官方懷疑你的帳號有問題 它就可能會封鎖你的帳號 再看看你有什麼反應 然後再申訴 但是 申訴也不一定是成功的 我就是一個不成功的例子 不成功的例子 而且 還很冤枉 沒有了我大概三四年左右的帳號 OK 那這個遊戲 就不可以有共享帳號 還有 都不可以有一些現金交易 即是不可以有一些道具上的交易 例如你 現實中給一些東西給他 然後你再在遊戲裡給他 這樣就不可以 因為他是屬於一些 遊戲外的交易 官方就很看重這些 他就很不想 玩家在這個遊戲外交易 賭一些遊戲內交易 即是他不可以有錢交易 譬如他給你一塊水 然後再買一件裝 這樣行不行 官方回答我 就是不行的 因為他是要管理玩家 而且這個遊戲 管理是很嚴厲很嚴厲的 其實算是 很嚴厲很嚴厲的 可能少少東西都會把你封鎖 所以其實 大家可以認真考慮一下 這個遊戲 是否適合你玩 或者怎樣 有很多人基本上是 中過一些不封的 譬如他完全沒有任何燃鎖交易 但是都中了這個燃鎖交易的罪 然後封了他的帳 都有試過 大家可以仔細想一想 是否適合玩這個遊戲 我就在這裡提一提大家 大家注意 在這裡祝大家玩得開心 玩得安全 好了 再見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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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著 再見 再見 這一 再見 這裡 再見 д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